各国自由式滑雪的参赛选手名单基本敲定 尽管谷爱琳被国际雪莲盛赞 这赛季除了赢什么都没做 但她所报名的三个项目也是强者辈出 高手云集 爱沙尼亚选手凯利·西达鲁 加拿大选手雷切尔 法国选手台斯·莱蒂克斯 美国小将福尔哈勃·汉纳 在本赛季都站上过世界杯领奖台 伴随着这些选手的状态日渐巅峰 谷爱琳的夺金之路并不容易 和谷爱琳一样被称为天才的爱沙尼亚选手凯利·西达鲁 出生于2002年比谷爱琳大一岁 平常冬奥会西达鲁因伤缺席 她在U型场地比赛中拥有一次滑行中 上演三次900度转体的能力 她在本赛季U型场地世界杯中 纳到一次亚军一次季军 不过西达鲁本赛季将备战主要精力 放在了泼面障碍技巧项目上 西达鲁较谷爱琳成名更早 2020年东清奥会上 西达鲁就是力压谷爱琳 获得泼面障碍技巧金牌 谷爱琳则拿下U型场地和大跳台金牌 西达鲁本赛季拿到两战世界杯冠军 其中蒙马山战拿下93.75分的高分夺冠 此外 平昌冬奥会 该项目冠军 瑞士选手萨拉霍夫林 以及美国选手凯利焦汉尼等 都是该项目金牌的强有力争夺者 在1月22号的女子大跳台比赛中 21岁的法国选手台斯莱蒂克斯 在比赛中成功挑战了转体 1620度超高难度动作 成为史上首个完成该动作的女运动员 并成功夺冠 这个动作若在冬奥会赛场上挑战成功 金牌到手无疑 大跳台项目对于谷爱琳来说 一直属于副项 在今年备战冬奥会期间 谷爱琳重点训练了大跳台项目 但她本赛季仅参加一战大跳台世界杯 即去年12月美国斯廷伯特战世界杯 谷爱琳成功完成转体1440度动作 拿下冠军 但这个动作目前世界女子范围内有多人可以完成 此外 瑞士名将格雷默被誉为跳台王的竞技冲击力极强 所以综合其他选手的状态以及难度储备 谷爱琳在该项目上夺金难度不小 本赛季 谷爱琳共参加四战U型场地世界杯比赛 全部获得冠军 最后荣登赛季总冠军宝座 这个赛季的谷爱琳 在比赛中技术动作更加稳定细腻 比赛节奏把控得当 大风之下也能很好把握自己的比赛策略 尤其在本赛季蒙马山战比赛中 她在决赛中滑出了97.5分的超高分并夺冠 被国际雪莲盛赞为女子U型场地比赛史上最完美的表现 在该项目上 谷爱琳冬奥会夺冠概率最大